右邊一個好嗎? 謝謝 兩位左手邊 照顧一下每一台 照相機 照顧一下 看不到 看不到 對對對 不要這樣 不要睡啊 不好意思 這裡 這裡一塊 這個是 黑鱔耳嗎? 我一直聽到你的閃燈在第一次 先問你可以把閃燈在第一次關掉嗎? 對 對 左邊 那邊 那邊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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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来 左边 左边 好吗 各位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 这里 这里 来 左边 谁把灯弄掉了 我看到不录的黄码 你说黄码好了吗 怎么样的过程 怎么样的动力 没有请问是 到底不是说一定要当早一件事情 是因为2008年的时候跟拍Police大人认识一个当时的小朋友 然后我们就比较多一点接触 那其实跟他当朋友过几年之后 我发现其实好像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的单纯吧 我不是说小孩子不单纯 可能他们的家庭需要更多社会的关注吧 然后所以才决定想要拍Police这个电影 我觉得就是 初中也是希望大家会关心这种 不管是他们 不只是唐石正啦 我觉得是很多社会的家庭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小孩 他们的家人的生活都需要特别去被关注一下 那这次当导演有没有在事前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有没有 因为之前都是你作为演员跟导演沟通 那这次你成为一个导演 然后跟演员或跟整个剧组沟通 不晓得你有没有在事前做怎么样的 不管是心理上面的准备 或者是在工作上面的准备 因为我我们男主角就比较特别啦 他就是真的一个小朋友 所以他就是早上来中午吃完饭 他就要睡一个半小时 然后晚上吃完便当也是要睡一个半小时 可是我工作时间他根本就抓12个小时 就是Police那边大概只剩9个小时可以拍 如果拍他的话 所以就很羡慕他可以当男主角 这么大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我觉得 就是以后当男主角要签这种合约 所以一个半小时 那其实当幕后 这么堕落 跟目前是 我觉得都是开心的啦 如果你自己真的喜欢做这个工作的话 那其实我就是 就是工作的时候就是 以前不会日常开会啦 我觉得前年10月吧 就开始前置的时候 就一直去开会 一直开会 一直开会 开了半年吧 然后演员也是开始 meeting meeting 但是就是很快乐啦 就是你真的想做事情 就一点点一点点 去把它完成的时候 是真的还蛮 自己还蛮开心的 那这次因为你刚才也提到 就是跟演员meeting 那可以聊聊 你看你是怎么选择角色的 尤其是瑶瑶 我选择瑶瑶啊 你要说谢谢他 谢谢他来演我们的戏啦 我是真的这样做的啦 那时候跟他在办公室碰面 其实就是 因为我也不是很会聊天啦 然后 就我那时候 我们在跟编剧这样写剧本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像是 好像是聊天啊 嗯 就一直觉得是聊天啊 嗯 外形也是比较偏向选择他 就是因为他其实跟 因为同宝宝会比较小一点 比较没有那么高 可是就是我就觉得他们两个如果 就是以外形来说站在一起 就是是 是有一种 就是很接近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当然我跟他聊完之后 我觉得他 那时候很忙啦 他在拍很多戏啊 拍那个 通灵少女课啊 我拍像 讲的神隐少女 通灵少女课啊 然后就很多戏啦 他在大陆也很忙就对了 对 然后他就是 好不容易快上清 我们还在前职 他就特地跑来 跟Liu 我们戏里面的男主角 一起上课 就蛮感动的 很谢谢他来 参与这次的演出 那是不是也可以 今天瑶瑶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这一次接到 反正我们的邀约的时候 你有没有怎么样的 或是看到剧本 是怎么样决定 OK我要演这个戏呢 就是 谁会觉得 嗯 你导演很帅 接 OK 等一下 没有啦 就主要是 其实我 我自己觉得真的很感谢 是因为 当初我知道这部电影的时候 那时候是 那个两三年前吧 我那个经纪人就说 诶 有一部这样的电影 可是中间后来说 没消息了两三年 但没想到 后来又接到邀约 就是 对 因为他们中间是在 在签字还是什么 反正就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然后没想到还是来找 我说那时候觉得 哇 很感动 然后其实看了剧本 非常喜欢 可是同时也非常非常害怕 因为我的角色 就我个人的标签也很明显啦 然后我的角色标签也很明显 可是因为就觉得说 很 嗯 很希望可以尝试一些 不一样的角色 这算是我目前接到一个 是算尺度最大的 对 然后真的拍了之后 跟这些唐宝宝们相处 我就更希望可以 就真的很感恩导演做了这件事情 对 然后把这个组 让大家举 弄在一起 然后可以有机会让观众朋友们 更了解唐宝宝 到底是怎么样 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单纯 非常非常像天使 我每天在剧组 所以觉得 就像早安说的 那时数很棒之外 黛玉也非常棒 然后 每天跟他们这些小朋友相处 我就觉得哇 自己真的像天堂一样 然后每一个工作人员 你知道 剧组的工作人员 看起来都不是太 好相处 太友善 因为大家急嘛 可是因为这些唐宝宝 哇 整个剧组真的变得好温柔 这是我拍戏到现在 待过最温柔 最友善的剧组 嗯 那这次就是跟一个所谓的 因为黛玉也拍过很多戏 然后也合作过很多导演 这次跟一个所谓的 新导演员 如果这样说的话 除了他很帅以外 有没有什么 你跟导演合作的时候 让你印象深刻 或者是你觉得 这他 蓝灯龙作为一个导演 觉得他做的不 哇 哇我真的 就很谢谢导演 因为 我印象很深刻 有一场戏在海里的那场戏 对 因为 那时候是我第一次拍戏 拍到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身体 我根本已经没有办法表演 因为在海里待很久 太冷了 我真的没办法控制 所以我情绪一直没有办法呈现 然后是导演 哪一个导演会陪着演员在海里面 然后给你导戏 然后我就觉得 哇 就是导演真的很棒 因为他身为一个演员 他知道演员很需要什么 然后他很愿意给予 这是让我觉得 很难得很珍贵的一个经验 所以我觉得 哇我这次入围 真的不是我表现的好 真的是导演引导的非常好 嗯 那因为你刚才也提到在海里面 就是你有为了这个戏剧潜水 我们有看到预告里面 你扮成一个美人鱼 然后可以跟我们聊聊 这个潜水拍摄的经验吗 这是第一次在水里拍摄吗 对 算是第一次在水里拍摄 对 很感谢有这样的故事 让我学会游泳 因为其实我刚才真的很害怕 然后我本身是水性没有那么好 很害怕的 然后剧图就是让我去练习 然后都在很安稠的状态下 然后导演又陪着我一起下水 对 通常导演应该在岸上看梦 没有一个导演会下水 跟演员一直泡在那边 然后发抖发冷 对啊 我就觉得 自己在这场戏里面过得非常非常幸福 虽然可能有些人看到片段会跟我讲说 哇 有什么 就是 尺度比很大啊 然后很辛苦的感觉 很惨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场戏 真的是拍了很幸福的一场戏 那你这次跟列友的合作 因为你们在片中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所以也可以请你们谈一谈 就是跟一个唐宝宝的演员合作 你有没有最印象深刻的事情 老实说我一开始其实蛮担心的 因为其实跟演员对比 我们都是相较知道对方是很专业的人员 可是因为唐宝宝他不是演员 他不是做这个工作的 所以这时候会有点担心 但后来我觉得我的表演被他牵动着 反而不是我们身为演员去带别人 就是一起表演 是因为他们很容易把事情当成真的 对 所以当你有一点点什么情绪 他们都会觉得很容易 我很容易被Leo带到角色的状态里面的剧情 对 这也是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经验 嗯 好那今天晚上就要世界首映了 最后是不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即将要看片在大一幕中山堂看电影的心情 我然后也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电影 今天也是卖了九成以上即将满场 嗯 嗯 嗯 好 对 没有就是 谢谢大家啦 就是反正这一路走来 就 虽然是才刚上映啦 但是 嗯 这只是转场啦 对我来说 因为我们正式的电影大概是11月才会上 嗯 就是透过台北电影节先跟大家碰面 也希望各位媒体看到之后 可以帮我们多多拂包一下 然后增加更多的关注的力量 那我没有说它是一个多了不起的电影 我自己拍完觉得 就是常常很多人跟我说你拍这部电影到底是为什么要拍 然后我真的自己常常就是不管是剪接完啊 或者是开会完啊 就是有很多疑问的时候都会 都会跟自己自己跟自己对话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初衷就是我想要让唐宝宝被很多人刑犯 这就是我拍这部电影最重要的事情 那 就这样 谢谢大家 那最后这边也请亚洋 我们推荐一下 好 就真的 一切非常非常感恩 这部电影就是从一开始 然后到现在 到台北电影街邀请我们来 然后真的很希望就是这部片子 我不强求说一定要大家完全接受 但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完电影之后 改变你们的一些想法 对就是多一点点的尊重 多一点点的包容 然后希望 因为他们真的很可爱 所以我不用再强调说 希望大家会觉得很可爱这件事情 就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多关注 然后多多推荐给朋友 希望你们会喜欢 好那谢谢导演跟瑶瑶 那我们台上的访问现在到这边告一段落 那是不是请问有没有需要电影 连旁的朋友